江湖上有句话说得好 不话无罪BL14 随着社会风气越来越开放 近几年国内外都掀起一股南南剧风潮 被帅哥间的爱恨纠葛深深吸引 咱们现在就来看看网上那些被推爆的必看BL剧吧 改编自小说的上演 2016年推出时轰动武林 惊动万叫 堪称带动BL剧风气的始祖 黄瑾瑜和许卫舟两大男主 颜值能打演技上线 看着互相比触的两高中生 因缘机会相遇后成为彼此的唯一 轻涩悸动的剧情 小编边看边喊好幸福 可惜剧红是非多 因为踩到敏感一提 最后被腰斩下架 陈情令同样改编自小说 剧情讲述又是认识的两位男主 重逢后携手探寻网年真相 悲喜交加又无奈又心疼 2019年播出时几乎洗版整个微博 左一个肖战又一个王一博 两大鲜肉瞬间红翻天 2018年的大叔之爱绝对是 大街小巷人尽皆知的经典BL日剧 红爆出了电影版 第二剧连香港都跟著翻拍 看著主角在大叔与小鲜肉间 狙击不定 浮夸又好笑的剧情 让人笑中带泪 却又有一丝温暖 楚男魔法则是继大叔之爱后 席卷BL圈的日剧巅峰之作 成熟精英功配上可爱呆萌兽 演技剧情外表各个到位 撒糖撒到小边脸跟祝红 办公室恋情太美好了 太剧因为我们天生一对 情节紧凑人设讨喜 2020年播出时正面评价高到报表 累积了8.21亿次惊人点阅率 男大生太为了躲避同志追求者 找上校园男神Sire World假扮男友 殊不知男神高中时 早就对他一见钟情 最后happy ending假恋成真 又甜蜜又感动的剧情 让单身小编都想谈 恋爱惹 2020以你的心全是我的爱第一镜 则是另一部太剧必要神作 两位男主小时候因误会而疏远 多年后重逢 冰释前嫌 感情却逐渐变调 看住主角因不确定对对方的感情 而迷茫 疑惑 不知所措 还有令人脸红心跳的暧昧细节 难怪人气会如此之高 不让国外专美于钱 台湾其实也有不少优质BL剧 其中history系列可说是台湾BL剧的十足 2017年开播至今 已经出到第四季共八个单元 除了在台湾成为话题 在泰国 日本等地都有不少粉丝 小编最爱的就是第三季的圈套 圈套中 正义刑警爱上黑道少主 强强CP 有勾代感 而黑白两道与追求真相的大框架设定 让这个剧不单单是脉腑 有亲情 有爱情 有友情 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而去年播出的微报系列 从第一季永远的第一名 演到第二季第二名的逆袭 看万年老二从青春校园到职场反击 两季虽都只有短短七集 但剧情讲述完整轻松辉谐 唐更是撒好撒满 不看可惜 以上就是本次的推荐了 你们还知道哪些必看的BL剧呢 欢迎留下你的想法 并关注点赞哦 我会订阅一下 那下次见